您是否喜歡早起的早鳥呢? 如果是,恭喜你! 相比野貓 一項研究顯示 早起的人患上抑鬱症的機率要少得多 根據《世衛衛生組織》2020年的健康報告 全球近10億人存在精神障礙 超過2.64億不同年齡層的人士患有抑鬱症 平均每40秒鐘就有一個人因自殺身亡 抑鬱症真的與睡眠週期有關係? 6月7日發表在《分子精神病學》 《 Molecular Psychiatry》雜誌上的一項研究表明 一個喜歡早起的人 幻想抑鬱症的機率比較一個喜歡捱惹的人要少 因為一早起床的人 他的生物中更貼近朝九晚五的社會規律 該項研究採用並分析了 從英國生物銀行《UK Biobank Study》中的 8萬5千位參與者的手腕活動監測器上 收集到的睡眠數據 研究人員將這些睡眠信息 和自我情緒報告進行了比較 發現睡眠週期失調的人 更有可能患有抑鬱和焦慮 同時他們的幸福感也較低 該項研究的英國作者 埃克塞特大學醫學院 University of Exeter Medical School 高級港師泰瑞爾 Jessica Tariel博士表示 人體的生物中混亂似乎 與抑鬱的程度高度相關 睡眠失調程度越高 罹患抑鬱症的機率就越高 睡眠專家赫勞森 Kristen Nelson說 很可能是因為 夜貓的生活在早起者的世界中 這個會導致他們身體的昼夜節奏 產生紋亂 另外由於早起的人 相對於暴露在陽光之下的時間更多 克盧森認為這個令他們更少患上抑鬱症 因為強光療法 是治療某些形式抑鬱症的特效藥 那是不是本身患有抑鬱症的人士的睡眠節奏 相比沒有抑鬱症的人士會更加不規律呢? 這個可能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進行深入探索